蓝角选手毕竟身高1米80多了6公分 哦 这个棋子很有效 这就是击倒之后要读秒 赢击中击一击 这个的话按规则的话如果裁判读8的话要扣掉2分 这时候蓝方选手可以抓紧时间 因为中击以后反应有时候会变慢 这个很不凑巧 这个时间里 可以讲蓝角选手的出腿很习惯性的数据 先低了一点 对 这个位置 其实应该再低一点踢大腿或者是再高一点踢躯干 这个位置其实要改一下 太容易误伤 要改一下 因为刚刚拿到了一个读8之后 其实对于蓝角来讲很有优势 对 很有优势 可以乘胜追击 行程连续打击 甚至可以结束比赛 是 对 这一下子破坏了整个比赛的节奏 对 当然我们也不会去恶意的揣测说蓝角选手一定是故意的 因为全腿无眼 不会 黄牌 但是呢 因为这个确实从连续性和这个实际点上来说的话 对 黄牌出现扣分就明显要扣了 对 对 对 这个 顾辉的拳法还真的是很不错 我觉得 有可能出现KO 对 这个 同胞的拳法真的是还是不错的 对 顾辉的拳法 顾辉的拳法 对 顾辉的陈俊杰其实是可以打的 对 但是蓝方选手应该是抓住机会了 这个也已经没办法了 这个太厉害了 这个太强了 这个打得 真正中止了陈俊杰的连胜 对 顾辉的摆拳直接打在下方上 对 非常漂亮的一场地下 非常漂亮 这个数战数绝了 对 我说顾辉怎么这么刨啊 不让人家走出擂台呢 还是有些实力 说到做到 顾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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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顾辉顾辉